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嫂 今天我要采访的是期待了很久的吴景妍 Hello 原来是新门大嫂的读者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吴景妍 说实话 我今天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跟你同框采访 因为你真的太熟了 你也很熟 我当时说你是真正的巴掌脸 我可以比一下尺寸吗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来 真正的巴掌脸 就自己这么小的手 比上都是一个巴掌脸 所以你有什么95斤以上的女生 不能理解的烦恼呢 我觉得我没啥烦恼 是因为我有90斤 其实不是很瘦 其实我烦恼太好吧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很合适 还是说希望再稍微胖一点点 或希望再瘦一点 其实在最近很多吃多了 胖也胖一点吧 你觉得自己是个很典型的设计座 我觉得没有太典型吧 比较喜欢被花 拿在街上的后面 好瘦呀 但是我觉得狮子座是那种 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把这件事做好的 你渴望得到别人的夸奖 把这件事做好那种成就感 满足感 自我满足感很强 很多人都觉得你自己 就是看起来很娇弱啊 或者那种小女人的性格 其实你的性格是这样的 没有 那你有没有印象中你做过 感觉最彪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不是在做那个击风环游记吗 那个跳海啊什么那些 真是第一次做啊 我没有那个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跳下去 我觉得还是 蛮不一样的 说起来吴景言胆子大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必要给他进行一个测试了 让你回答一下你敢还是不敢 肯定都敢 看看最后他得分多少 肯定都敢 直接剧透 一个人看恐怖电影 我好痛楚了 真的不敢 是吗 你是怕恐怖电影的 我不是怕 我是怕那个想象 想象力比较强 我还怕那个声音里面 就是那个突然吓到我的 我怕会被人吓 很开心第一题就考出他了 考出我了 徒手抓老鼠 小老鼠还是大老鼠 不是可爱的老鼠了 不是宠物老鼠 不是宠物老鼠 是真的是那种会突然在路边遇到的很肥瘦的大老鼠 我为什么要抓他 他跑得好 我为什么要抓他 这个不敢 还是会有小姑娘一些害怕的东西的 一个人蹦几 这个不敢 你蹦几个吗 没有 真是想尝试 但是刺激的那种高空项目你都是可以的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光脚亮身高 这个敢 你的身高是公开透明的是吗 对 多高 又4.5啊 演恶毒后妈 或者说很坏的那种大反派角色 这个敢 可能你会碰到这样的角色吧 为角色增肥30斤 100斤 这个敢 要算一下 刚刚他加了加说 增肥30斤是多少 大概是多少 然后30可能可以 50就不行了 100多一些 剃光头出镜 挺酷的呀 也是可以 挺酷的可以自己试一下 看来是愿意为角色尝试任何的 造型 然后不同的感觉的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万宝龙的这个活动过来嘛 晚上也会参加他这个全新女士万表的一个发布会 所以如果把万宝龙想象成一个人的话 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社会中他需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传达我心 我这个精神 就像一个超人啊 去传达我这种感觉 那还蛮特别的一个答案 最后想问一下 给雷英洛 张晓鱼和王晴妍 各选一个万宝龙单品 你会选什么 要给雷英洛 晓鱼 一定该选一个心理箱 随时可以打高离工的那种 就他们一会儿换这个工 换那个地方换那个地方 拿着东西走吧 张晓鱼呢 一只钢笔 但是在职场中吧 我觉得应该拥有一只自己的笔 吴景岩你自己本人手表 以后会把手表搭成自己比较长 最常戴的配饰 因为你会觉得手表戴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像自己的一个必备的 还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对 你觉得老想戴今天的衣服 或者说是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吴景岩今天接受采访 聊得很开心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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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